今天从我老板那边得到一个橙色的香服 我挺好奇里面是什么东西的 所以我现在要给大家录一个开箱视频 我现在要打开它啦 让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柱子 那我先把它们拿出来 非常多啊 眼线笔 挑几个不常规的吧 蓝色 桃红色 挑一个橘色 再挑一个深紫色 这个是红棕色 怎么办我都想是 如果我画粉色的话会不会太奇怪了 那么我就选三个 比较明显的就是试一下色吧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蓝色 深蓝 我康康 写上去非常柔顺 就是不会卡的这种蓝色 然后现在试一下非常跳的这种粉色 感觉它如果搭配上配套的妆容的话会非常好看 好看 真的很像画画的笔 然后现在试的是橘色 看起来 看起来 好像前段时间 老板好像有一个视频是他的一个妆容的 我可以参考一下 我觉得 好期待啊 哇塞 这个是叉型啊 打了个叉 我觉得很新鱼 蓝色和橘色 那挺适合她的 她怎么开始涂鸦了 我也想画一个这样的眼线 我觉得那个叉的形状特别就是有意思 我也想一会想画一个这种 不过不知道能不能画的好 那我们来再仔细的开明 因为我刚才就是感觉很多精彩的部分还没有看清楚 大胆蓝色来撞个眼妆 221敢撞 敢玩色 敢撞 敢玩色 看完了我老板这个视频 我决定我也想画一个这样的眼妆 虽然不知道会画成什么样子 但是我要先试一下 好我现在要从蓝色开始画起 哇其实挺好的 橘色的呢就是要跟她打个叉 我现在已经完成好了这个眼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样子 写上去非常柔顺 不会卡 真的很像画画的笔 然后现在我要用眼线笔来画画了 可能会通过抽奖送给一位粉丝 就是我脑子里有什么我就画了 我没有准备好 先用黑色的画 我这眼妆笔真的很适合画画 就很顺畅 我现在再把这个画呢完善一下 我现在已经完善完我的画了 总结了是四个女孩 她们是比如说有学生 然后呢也有就是长了尾巴的这种 嗯可爱 还有这种快乐的双马尾 还有这个是眼镜娘 画得觉得怎么样呢 好我在上面签一个字 签在这儿吧 签在这儿吧 可以 挺好 这幅画呢我也会通过抽奖的方式送给你们 希望我的粉丝朋友们跟我一样 2021 敢闯敢闯